今天鐵鋪來到這個現場 一樣就是我們同樂會的拍攝現場的 同樂會之家 那今天要跟大家來一起分享 就是在同樂會裡面的造型 是一個超級帥哥 就是大家看到了第八集之後 有沒有發現又埋了殺手在裡面 然後這位殺手就是我的好朋友Evan 他在戲裡面叫做 王晨文 好自我介紹一下 到底是為什麼來這邊當殺手的 很開心來到這邊 然後客串幾場戲 然後我是小愛的開始 要有一點暧昧的一個角度 感覺這支出戲後面還會有後續的 就要看到尾巴才知道 對留了一個伏筆這樣子 對 可是這是Evan你第一次拍戲嗎 不是我第一部戲是明弱小戲演封建車 就算第二個戲吧 第二個戲 雖然只是一點點而已 對然後他戲裡面 因為他是一個 其實跟他本人本身的背景蠻像 是從美國回來的 但是是一個高科技的 一個電腦工程師 設計網頁什麼類的 對就是現在最夯的那個 這樣子的一個人才 對那事實上他是念 財經 其實是本身也是非常聰明的 所以呢你看 現在我們看到就是Evan 這個也是在戲裡面的一個戲服的造型 他整個感覺 你會看到其實就是 就是比較都會 然後也是一個比較 蠻注重打扮的 那現在看到就是一個 其實男孩子比較容易去穿戴的一個款式 你自己會這樣穿嗎 其實蠻喜歡這種style的 其實在美國的那個 應該戲谷那邊的朋友 應該都這樣穿 對對對 所以我穿得很舒服 像皮爾蓋茲在身上 只是說 我們不會穿一個 很素 很素面的一個 針織衫這種 然後飄的反而 就是有一點 像這個是藍色 對我覺得這個藍色呢 這種深藍色叫 這色彩叫Navy 它是一個比較 貴氣的顏色 然後加上 現在很流行這種線條 可以下氣 下氣 對 叉叉 圈圈圈 對對對 對 像這樣子的一個格吻在裡面 就會覺得是比較活潑一點 而且比較亮一點 但你會為了 像戲這樣子 就是 為了去討一個 你孩子的喜歡 可能在 出現在他面前的時候 會多做一些 造型上面的打扮 當然 我相信很多人 就是 前幾個約會 或者 剛見面的時候 都會想要打扮得 好看 就是讓自己更帥一點 這樣 所以 所以在童樂會裡面 其實 王成文就是一個 來 放電的人 帥氣吧 雖然 不是非常多的 時間 可是電力 一直在 因為你要跟 小阿姨 有點暧昧的關係 對 然後加上 戲裡面的 三個 男生又那麼帥 所以 一定要加把 加把去唱 好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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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今天非常謝謝 我身邊這一位 殺手 就是 王成文 Evan先生 謝謝 因為我們常常碰在一起 然後每次都玩不同的造型 然後 今天非常感謝 那 希望我們很快 可以再跟 Evan 一起 有 就是 新的一個 就是 影像 或者是合作 好不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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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